昨晚欧美股市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据传的索连斯基还是要加入北约 而且不可能会见 可能不会见俄罗斯的普京 这个消息让我们投资者到底怎么去想呢 欧洲股市昨天也跌的挺多的 那今天亚太股市会出现不一样的上涨吗 大家好 我是HOMEDI的陈小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每天中午五盘减评的活动 我们先看一下美洲的情况 美洲这边三大股指 标普500 纳斯达克 道琼斯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纳指跌了2.2 跌幅较大 道指以及标普500跌幅一般 从欧洲情况来看 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在上涨 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其他的基本都在下跌 像欧洲斯多克的跌了2.38 奥地利跌了2.58 然后爱尔兰综合指数跌了3.10 亚太股市截止到中午收盘呢 也是普跌的 基本只有巴基斯坦 还有印尼在上涨 马股这边还是比较抗跌的 小跌2.35 跌幅在0.15 跌比较多的是恒生指数 创业板 斯里兰卡 还有红筹指数 马股呢 这边呢 是比较抗跌的 处在涨跌的边缘 从早盘来看呢 是震荡杀跌 到10点半以后呢 开始转上突破黄线 但是没有能够突破早盘的高点 继续震荡往下 但是目前依然在黄线上方运行 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 从确实状况来看呢 现在沦为横摆的概率比较高 今天是小幅高开的往下 没有跌破 昨天印度一半 从今天的确实和资金状况来看呢 其实外资还在持续增加 今天的情况呢 是一个阴线 但是圈还是红色的 所以说趋势没有改变 60分钟图这边呢 陆续陆续又有外资进场 而且已经突破了前期这个高点啊 基本算是突破了 对吧 现在马上要面临的最高点的一个突破 从今天的盘面来讲的就有点弱了 今天只有316只股票上涨 585只股票下跌 355股票平盘 从行业来看呢 是四个行业上涨 九个行业下跌 今天跌比较多的是 Healthcare 还有科技 科技跟手套又领跌了 这种事情呢 就之前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了 所以对于这个科技股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 那今天领涨的呢 还是这个Planetation Planetation这边呢 基于上涨 从外资这边来看 是增仓比较明显的 庄家还是没有增加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60分钟图 60分钟里边 外资确实增仓比较明显 下边的炒价还是没有的 然后Energy今天也有上涨 外资这边的一直是持续在稳步的增长 Telecommunication呢 目前在震荡 基本上如果跌多了的话 就容易变成白圈 现在从资金角度来看 外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庄家是没有的 Industry经过了五天的上涨之后 今天出现了十字 但是大资金的角度还是没有减少 外资比例还是很高的 但是依然没有吵架 建筑呢 近期呢 开始出现了震荡 但是整体确实状况还良好 外资比例呢 有所减少 但是说庄家这边的比例呢 还是保持稳定的 Property这边呢 今天外资有减少 也是占了五天之后 有休息一下 基本上是占个三四五 你看这是三四五 是吧 就容易调整 整体确实状况呢 也还可以 Utility这边呢 是没有突破前级高点 今天出现小幅回调 但是这个圈还是红色的 只是今天外资比例呢 有明显减少 Final Service这边呢 继续下跌 依然是白圈 从外资和机构角度来看呢 还是在减少的 Transposition 昨天呢 有出现比较大的上涨 昨天外资有增仓不少 到今天为止呢 是小幅下跌 下面资金状况来看呢 是外资有所减少 庄家依然是零 Consumer这边呢 是刚好经济到前级高点 没有过到 今天有下跌 外资状况略有减少 庄家依然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 五浪走完了 是吧 差不多 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就要小心了 Race这边今天也跌比较多 外资状况减少比较多 然后是Husker 今天跌幅较大 如果说跌多了的话 一会儿可能会变成白圈 即使说今天没有变成白圈 明天再跌的话 也容易变成白圈 Telecommunication 这个Tenology呢 已经变成白圈了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下风险 对不对 毕竟现在纳指这边也不太好 是吧 从60分钟来看呢 其实上一次我们有提醒大家 是吧 你看一下 资金状况是在不断减少的 那么它的卖出信号呢 出现在昨天的10点出来的 现在是反弹结束了 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上涨三周容易出现下跌 那么这么来看的话是真的是吧 还是真的 今天涨幅超过18千的股票 只有17支 比前面要弱一点 比前面的数量要少 其实市场呢 也是在反复啊 就在反复 但是只要整体趋势没有变化就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涨幅榜 那今天的零六九呢 终于开始有所发力了 震荡了很久了对吧 然后5188今天也开始发力了 多数都是现在是处底反弹是吧 比较多 这种概率比较高 T31呢 最近走势也比较强 最近属于震荡的一个格局 然后从这两天来看呢 是庄家和外资都有增仓 并且这个六踩神龙来看的话 就散户已经消失了 093呢 今天降幅较大 但是好像似乎还不能够算 有效突破前期高点是吧 所以今天上完盘之后 如果还在这个前期高点以上 才叫突破 今天庄家和外资增仓比较明显 2429呢 还保持比较高 概率的一种上涨 比较快速的一种上涨 下面厂家有所减少 外资的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5170呢 今天就是出现了不错的上涨 那下跌的股票有多少呢 下跌超过18天的股票12只 将来看到还是上涨的股票数量多对吧 还是多方略展上风 你的股票是不是热点呢 你的股票有没有炒价介入呢 你有没有赚到这些牛股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我们下面联系方式 我们会拿这个六彩神龙指标来给您看一下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呢 可以参加我们周末的课程 也可以加入到谷歌讲我学习频道里边 那这边呢每天会有发一些信息 以及呢会有导盘减评 一些重要的信息会发送到这边来 每天有个导盘的减评 然后还有关于资金的数据 以及有营养有价值的一些信息 都会发送到这边来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谷歌讲我学习频道的 Telegram小组 想要加入的同学呢 点击我们下面的链接 就可以轻松加入了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呢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